海军北海舰队某潜艇基地是中国第一支核潜艇部队 据新华社报道 该基地组建以来创造了世界核潜艇一次长航时间新记录 成功从水下发射运载火箭 宣告中国海基战略核威慑力量正式形成 连续42年守护核安全从未发生过核事故 这支核潜部队已经成为中国海军的杀手锏 据香港明报报道 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本月视察北海舰队时 还登上了解放军正在执行任务的092型战略核潜艇 092型核潜艇经过现代化改装 可以发射巨浪2型前射弹道导弹 射程达到8000公里 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分析认为 目前在这个时间点公开我们战略核潜艇的细节 恐怕有两方面的寓意 第一呢中国在核潜艇这个重要武器装备上 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能力 第二呢也显示出了中国今后在核潜艇方面 还会有大的作为 这种装备作为二次核反击的主要武器 是目前三位一体战略打击能力中 生存能力最强反击能力最强的体系